台湾微软、思科等国际大厂看准嘉义县科技发展的潜能要进驻投资了 嘉义县长汪章良跟嘉义县山区立委参选人陈冠婷 今天就举办了产观玄合作的活动 希望台湾的科技领导品牌能够协助当地AI人才的培育 打造南台湾迈向科技趋势的里程碑 无人机室内飞行稳定控制离地三公尺 让大学生在校就能掌握高难度技巧 嘉义县政府推行产学合一要拔得头筹 第一步就是把所有重要的这些产业 能够进来我们嘉义县 不管是在山区还是海区 这样子的投资这样的人才培育 都能够有外衣效应 打造嘉义成为科学城市 嘉义县山区立委参选人陈冠婷 也霸气邀请台湾思科 微软华电联网等三家科技龙头 开设数位人才的培育课程 为南台湾迈向AI趋势 打造新的里程碑 部分我们会把这个微软AI的能量 持续的跟导入 那来协助这个无人机的产业 在台湾更加理想 一起合作我们参化整个无人机的发展 今年开始动土的嘉义科学园区 也跟进倒入5G技术 扩大新科技的发展潜能 记者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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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